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个车预算都在20万上下 那么怎么选呢 首先说森林人 森林人在咱们北方 尤其东北地区非常多 全14区系统水平对质发动机是它的黑科技 这个车的操控性无与伦比 但是它也有缺点 这是个纯原装车 它的覆盖件可不便宜 维修保养虽然不贵 但是覆盖件不便宜 这个先pass CRV的1.5T的发动机 大家都知道 现在有点问题 如果你要是选择它的混动车型 非常靠谱 但是它的造价比较高 四驱起步价也得25以上 估计比你预算高很多 这个也就pass掉了 那么剩下的三种车的选择 就是在三菱欧兰德 丰田的RV4和齐骏之间选了 大家都知道 齐骏的CVT 无级变速器 它有冷保护 尤其冬天 刚开始车没热透的时候 它不升党 所以开起来比较烦躁 如果你生活在吉林和黑龙江两走 那么这个齐骏也pass 那么RV4 现在它有个中文名字叫荣放 这个车 丰田车的最大的优点是 没有缺点 最大的缺点是没有什么优点 它做的比较均衡 所以方方面面都还可以 但是没有特别特殊的 那么老胡的推荐 就是三菱欧兰德 2.44区的 价格比较便宜 指导价19万多 新款上市以后 用会6000 三菱车的四驱系统非常靠谱 价格还比较便宜 耐用性 保质率 虽然赶不上丰田和日产 但是也是相当不错 所以按您的预算 20万左右落地 我觉得欧兰德值得推荐 您可以去看一下 胡老师 哈佛H2S和吉利宾月 谁更值得入手 宾月是三缸 哈佛H2S是四缸 听说三缸后期车身抖动特别厉害 我想听听胡老师的建议 谢谢了 首先说三缸四缸发动机 因为老胡是学专业出身的 毫无疑问还是四缸更好 但是涡轮增压的三缸发动机也不差 为什么呢 它的排气脉冲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 发动机有进气和排气的叠开角 那么四缸的发动机结构 因为它确实很平顺 但是不利于涡轮增压发挥它最强大的功能 从这个角度上讲 三缸也行 大家现在别一提三缸发动机 就想到了二十年前的夏丽 那个三缸化油器发动机天生就抖 没办法 现在的三缸发动机 有1.0的 1.2 1.3 1.5的很多车体都用 为什么呢 涡轮增压加三缸真的还行 而且现在有这种清止的涡轮了 改善这个涡轮之后 再就是还有什么平衡轴技术 悬挂技术 改变这个三缸发动机抖 真心做的不错 那么具体到这个长城和你说的这个车型 我觉得还是长城 为什么呢 长城车 尤其是哈佛 在咱们国内SUV绝对老大 它的车型相当靠谱 H6是连续多少年的销量冠军 而且最主要是长城最近出销力度很大 H2我觉得你可以出手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就到这结束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看汽车 点击并在下方留下您的问题 我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